香克斯是洛克斯的儿子 这个说法相信大多数小伙伴 在很多地方都看过了 但是这个推测 我觉得有点嘎子带货的感觉 不把握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就先来看一下那些小依据 一个是红发给老白送信的人 叫饶克斯大 这个名字和洛克斯有些像 可能是尾条华的一个小细节的 一个小花活 另一个依据 就是老白对香克斯说 看到你的脸 我就想起那家伙给我的痛 然后就有人说了 之前洛克斯可能伤害过老白 老白看到了香克斯 长得像他爹洛克斯 所以就想起了洛克斯 想起了那些年那个人那道伤 然后还有一个依据 就是罗杰雷利 看到玉田的孩子后说 船上好久没有小baby了 说明以前是有过小baby的 这个baby很有可能就是 红发香克斯 我大红鼻子表示不服 凭什么各项操作都显示 我8级更卑鄙 凭什么那个baby 就是香克斯不是我八级大神 还有老白看到红发 想起被洛克斯伤过的这种说法 拜托 即便老白确实被洛克斯伤过 强如老白一个伤 还能产生多大的阴影 也不至于记到现在 而且当时老白看到香克斯的脸 我才是因为看到他脸上的三道伤疤 这三道伤疤来自黑胡子 他之间用的狼叔同款武器 金刚爪 当时香克斯还反手打掉了老黑几颗牙 那么很多小伙伴私信我说的 红发的脸上三道爪痕 明显不是人类是不是能够说明 老黑是低于三头卷果实 然后伤疤是这个爪子挠的 反正通过这个细节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老黑的武器搞的 后来一直对自己的战力很自信的香克斯 还特意把这三道伤疤 画在了海贼旗上 所以老白看到香克斯的脸说的 想起那家伙给我的痛 我觉得他指的可能是老黑的背叛 毕竟能在心灵上 精神上给老白造成伤害 也只能是他深爱的儿子 破坏了他宝贵的家庭 然后至于说Jogstar 这个小人物 我觉得就是伟田的炎舞蛋 就像有人猜地龙之前可能是海军 那就在海军合影中 画一个长得像地龙的年轻人 有人猜老沙原来是女的 那就在女人的秘密的标题下 画一个老沙玩鸟的飞叶图片 还是个真鸟 目的就是想让这种猜测 越来越接近实锤 而越是这样 最后结果形成的反差就越大 就会达到出乎所有人一撩的效果 作者老会玩的 不过我们正在做的解密海贼系列 就是要比武一天 改剧本 那么总结来说 刚才的三点 我认为很有意思 但是看看就好 然后有人要说了 看你拔拔的 好像板马的脑袋 头头是道 你说这红发 见吴老星是怎么回事 红发说要谈一个海贼 指的又是谁 咱们也杀床擦屁股 露一手 我觉得是这样的 红发这吴老星是正值世界会议期间 要取消七五海的议题 已经被提出来了 七五海被围剿 是可以提前遇见的事 然后与此同时 哥们军与天龙人也发起了进攻 那么世界格局既成发生激烈的变化 而一直猎杀果实能力者的 提升自己团队实力的老黑 当然要抓住这次机会 捞他一把 后来到了九五六 老黑果然说了 与其让海军捡了去 倒不如我收了 那这就明显了 老黑一定会去海军和七五海那边 掺和一下 所以红发作为四皇之一 来到吴老星这里 我觉得他提到的海贼 很可能指的就是黑胡子 这就要说到红与黑纠缠了很多年的 这条案线了 话说红发小时候战斗力很牛差 这点伟田曾通过八地的话 有意无意提到 但是后来遇到了年龄差不多的黑胡子 别看黑胡子当时不是白团的队长 也不是干部啊 但是他的战斗力啊 可一点都不差 因为在红子劝白子 让艾斯别追老黑啊 当时红子很坦诚的劝姐说 之前与黑子战斗的时候 我红发可是一点没大意啊 红发的言外之意啊 就是这黑子很强 水很深 就是艾斯去追了啊 也把握不住啊 可能啊会白给 黑子呢 一直折服在你们白团 杀队长夺过 是自立为王的操作 其实啊蓄谋已久了 但是啊 老白最终也没有给红发面子 那顶上战争的结果呢 大家也都知道了 当时老黑和红团啊 还对峙了一下 之后在两年前新世界里啊 就像歌斯里唱的啊 TOO 冷媒选手黑子啊 茁壮成长为心晋四皇 那在这期间呢 红发不可能对黑子的一举一动啊 没有一丁点阻止啊 但是黑子啊 依旧势不可当 接着957话又说了啊 黑子占领的岛屿啊 曾是洛格斯团的老据点 是当年啊 那些穷凶饥饿的 海贼聚集的地方 所以如果说大妈凯多的联合啊 是洛格斯团复活的表象呢 黑胡子继承更多的 就是洛格斯的野心了 那当年啊 阻挡洛格斯团呢 又是谁呢 嘿 罗杰啊 那卡普啊 是海贼和海军的联合力量啊 所以红发作为罗杰猫子的传承人呢 去找世界政府的吴老星啊 很可能是去谈合作的 是想要小小的牵手一下 来阻止老黑 红发团呢 要扮演的就是当年 罗杰团的角色 但是能不能谈成 又能否阻止成功啊 就不好说了 我个人啊 是持悲观态度的 我觉得红发可能啊 惨遭吴老星背叛啊 甚至是戏弄 从而在老黑这里啊 折戟沉沙 但是啊 帽子已经传承到了陆飞这里 陆飞啊 与老黑的battle是早晚的事 毕竟陆飞和老黑啊 都拥有地之名啊 他们都拥有不会终结的梦想 那么看到这呢 有人又问了 那老黑现在去哪了 诶 从他说的 与其让海军抢了去 不如放在自己这里 我猜测啊 应该是去欺负海那边了 那么现在啊 一共有四个欺负海 而作为一个成年的老黑 当然是啊 我全都要 最后啊 肯定又有人问了 那鲜克斯啊 就不可能是洛克斯的孩子吗 哎 反正我觉得啊 可能性不太大 反而洛克斯的孩子 更有可能是老沙 哎 没错 就是人妖王说的老沙的秘密 那关于啊 老黑去呢 老沙与洛克斯啊 这俩话题啊 我们日后啊 再细聊 最后说一下 上期视频里的问题 就是在这张图片中 找寻老沙 那老沙呢 就在这里 哎 这就叫啊 八号年的猎文虎克啊 老戏了 最后啊 再请大家解决一个粉丝的问题啊 这个怪物出现在海贼王的哪里啊 好了 答案啊 下期揭晓 那么点赞 关注一夜暴富 我要去刷完了 我们下期见 Goodbye